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感导师苏琴老师欢迎 情感导师瞿卫老师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认识一下这个队 请看 从结婚到现在 她根本没有转变自己的身份 什么事都以婆家为主 结婚前我在家肯定会抽出时间陪她 结婚我回去看看也没什么错 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相干的局外人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总是觉得没有办法落入我们家 她真的想多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张先生25岁来自内蒙古工人 有请小张 多请 刘女士25岁来自内蒙古客服 有请小刘 有请 欢迎老妹 是刚结婚四个月对吧 是的 一点看不出来这个新婚的喜悦 我们虽然说结婚时间不长 但是现在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我俩就结婚之后 我就感觉她的心思都放在她父母家 我俩都没有什么就是二人世界 因为我上班就是早九晚五六日休息 她平时就是早七晚十夜 商业班比较多 我俩就基本交集特别少 连这话都说不上 一块休息就只有周六日 但是每次她还要回她爸妈呢 我就觉得刚结婚 真的一点二人世界的空间都没有 老去看公婆是吧 对 就从结婚到现在 基本每周就都是在公公婆婆家待着 这个有点夸张了吧 你结婚第一周就去公婆家 对 结婚第一周 我当时想刚结婚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第一周我们出去浪漫一下 但是她就直接带我回公公婆婆那儿了 因为在家她也不会做饭 我也不会做饭 这几天回父母呢 赶散一下伙食嘛 你点外卖嘛 对不对 这个不会做饭还是个问题嘛 那第二周呢 第二周我跟她说了 我说这周咱们 新家什么东西买呢 你看床头灯呀 沙发靠背 咱们一起把东西置办起来 然后她说好的 结果当时就又跟我说 我爸妈说了 你提前也没告诉我 咱们还得回去 又回去了 对不对 家具买了吗 没买到现在也没买 那第三周干嘛不去买家具 第三周我提前告诉她了呀 那个星期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家里边有点似 我就着急回去了 我让她从网上买 没买 从网上买 就是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让她选一下 看也不看 我就觉得这个家 就是我一个人的家 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我还选择呢 家不是需要两个人一起维护 一起来共同置办这个小家吗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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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上了 她未必能看上 我直接 所以要磨合呀 我就觉得她心里头 就从来没有说是 把心思放在我们这个 刚成立的小家里面 没有 人家还是放的 不是这样的主持人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你给我举个例子 怎么她就没放你放在心里了 就是她到现在 她都没觉得自己 好像结婚了一样 她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喝酒 她一直没回来 我也挺着急的呀 我一直给她打电话 她电话也不接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最后还是婆婆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说 你别着急 她在我们这儿呢 你早点睡吧 这个事我当时也没说什么 但是后来她跟朋友聊天 她又说起这个事儿 她说其实我当时吧 我也没有喝多 我就是忘了我结婚了 我就直接回我爸妈那了 你说结婚这么久的人 他还能忘记这个事情 这个臭小子 我喝醉了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去的 那你还觉得 这个事儿挺光荣是吧 你还要告诉大家 你说你忘了结婚了 就觉得她根本不是忘了 就算她没喝醉 她心里照样没有我们这个家 家还是有的 有点不适应 妈妈这个照顾得太好了 我们生活中 各种各样这样的矛盾 你是独子吗 是 就是她家里还有个姐姐 她也不算是独子 你在跟婆家的关系怎么样吗 还好吧 反正我觉得我的 就是婆家人 对我也都挺好的 但是他们就是有时候 让我觉得吧 还是没有真正地接受我 啥意思呀 就是我觉得我们 就是虽然结了婚 成为一家人 但是他们就有的时候 对我就感觉比较客套 比较疏远 就不像一家人的感觉 我结婚前 一直都是用客用的碗筷 客用的拖鞋 就所有的东西 都是用的客用的 就现在结婚了这么长时间 我还一直是用客人用的东西 那我自己又买了一套情侣的 我说我回去 我俩一起用 但是每次就只有我自己用 她从来不跟我用一样的 就是所有大家都用的一模一样 只有我用一个就是另类的 这不是还是把我当客人吗 新媳妇 新娘 慢慢过度 想多了 对 就是他们对我确实挺好的 我也能明白 他们对我的好意 就是我回我婆婆家的时候 我婆婆她们从来不会让我干任何事情 这不挺好吗 我觉得既然结了婚那是一家人呀 我也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姑娘挺好的 但是每次回去我 就是我婆婆我妈妈就说 你做的就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干 你是客人 这些事情怎么能让你干 我觉得没结婚之前我是客人 现在是一家人呀 虽然婆婆心意我能明白 她也是想对我好 但是我就觉得心里面有点不舒服 有点别扭 这挺好的嘛 就不说她家里面 她自己也是这样 你说平时吃饭 我就坐在她旁边 筷子筷个碗 就这种事情 她可以完全可以让我去做 她还隔得那么远 就让她妈妈 她姐姐帮忙 我就觉得她跟我太客气了 那就根本就不像一家人嘛 你说我把你娶回来当喜抱呢 我也不可能说 把你当个用的我来回纸上吧 这个我能理解啊 我只要回家我姐在 肯定是让我姐帮我拿东西 对啊 那自己喜抱自己心疼了呀 对 我就觉得她不是这样的 她就是心里面 她就觉得是 人家都说这话了 你还要怎么着呀 自己的喜抱要自己心疼的 人家心疼你的嘛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就很多事情 虽然嘴上说得好听 但其实心里 根本不是那么想的 你就 你怎么知道 她心里不是那么想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包括回去的时候 就是他们就经常 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 我每次凑过去 我刚走近 他们就不说了 我就再问他们 他们每次就说 没事没事 我们指标的其他爷八大姑 不想让他知道 家丑不可外扬 那你说跟我说 怎么就是家丑外扬了呢 我是外人嘛 好 这个不说了 经济上你们独立吗 两个人的钱放在一起了 谁管账 就是两个人一起花 他就是从来不会 顾及我的想法 他花钱的时候 从来不跟我商量 你说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每次他都抢着结账 然后他姐姐他妈妈 就说哪家好吃 他就毫不犹豫 他就去冲会员卡 冲完就说 姐姐妈妈 下次你们再去 你们就直接收我手机号 我都没见他对我这么大方过 那不是 那冲会员咱俩也去吃呀 那不是给父母花点钱吗 我是觉得一次两次还好 你每次都这样 你应该跟我说一下吧 是是是 而且有一次 她的姐姐让她给交保险 她当时还上十八呢 她请了一天假 给她姐去交保险去了 交完保险之后 她姐把这个钱给她 她就不要 你说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三四千块钱 也相当于我们一个月 一个人的工资了 而且她不跟我说一声 我回去和你说了 那你是跟我说吗 你那是通知我呀 还没养成习惯呢 还没养成习惯 就是很多事情 她从来不会告诉我 你说她过生日 我不是想的 我周六本来我有事 结果我把所有事情都推了 我周日我加了一天的班 我想着陪她过生日 我想跟她家里人 一起融入一下 毕竟这是跟她在一块 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嘛 但是她是怎么样 她周五突然打电话告诉我 她说她姐周六有事 生日改成周日了 她还跟我说 那不行你就别去了 你说我所有事都安排好了 你就说不去 就不让我去了嘛 然后我和她一步过了一个嘛 不是 我觉得这还是不一样的 那毕竟一家人大家都在 她的意思就是缺谁都不可以 但是就是能缺我 哎呀 你真敏感这姑娘 就四个月也就这点破事呗 不是 就是很多时候吧 无论有什么事 她永远先想着她家里人 我生病了 我难受了 她不照顾我 你生什么病了 咱先说清楚 我中暑了呀 我就是 中暑 对 我又恶心又难受 我也需要 就手边有个人照顾我一下呀 结果她姐姐给她打电话 问她帮忙带下孩子 二话不说她又答应了 直接把我扔在家里面 她就一个人带孩子玩去了 不是 我看你躺着了 然后我才出去带着孩子玩了 本来我俩休息时间就不多 我基本都回婆家了 你说就那一次我难受了没回去 她也不懂得陪陪我 就是端午节的时候 嗯 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嘛 我说你陪我回家看看我爸妈吧 哦 结果她说什么 她说你想回你自己回吧 她就让我自己回 她说她要回她爸妈家 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难受 那我都跟你回过多少次 你爸妈家了 你怎么就不能跟我回自家呢 伤心了 嗯 真的 人家结婚谁不是恩爱的 两个人要去哪都去哪 四个月没回娘家 回过一次 因为也离得有点远 就是平时上班也不太方便 这是为啥吗 我爸妈她呢也做不了好了 我也想到我爸妈 也过个节嘛 那我也没有说是 不愿意回婆婆家 我是想把大家跟小家 都兼顾起来 但是我觉得她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她自己家里面 就上次端午节 她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就因为端午节回家 她说那你要回 你回你爸妈家 我回我爸妈家 她说各过各的 那我说结婚有什么意义呢 那不是吵架吗 我现在不知道 你很该怎么必须下去了 问两句啊 媳妇重要 姐姐重要 媳妇重要啊 媳妇和我过一辈子的 爹妈重要 媳妇重要啊 爹妈重要 那为什么这个媳妇 不舒服的时候 先忙姐姐的事啊 我先照顾着她 你知道她想跟你 腻在一起的那颗心吗 你了解吗 你这个木头疙瘩真是 所以你今天来干嘛 我就是觉得 我俩这刚结婚 现在就 就遇到了这么多的问题 我就 就跟我想象中的 婚姻一点也不一样 行 你觉得你们俩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吧 所以你来这儿 就是随了她的愿 对吧 下面你就听老师 他们的建议 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好 结婚前你有去过他们家 看看他们家是什么样子吗 我有去过就是 也就偶尔去过一两次了吗 明白了 男生的生活模式 我特别特别熟悉 因为我从小 然后我的父母就跟他一样 他过的是我们父母 那个年代的生活 我奶奶有五个儿子 一个闺女 五个儿子 每到周末必须回家 如果哪个没去的话 家里就当成大事了 一定要打电话 你干嘛呢 出事了吗 所以我从小 每个周末过的 可能就是这个男生 这样的生活 我小时候特别抗拒 但是我现在 必须要承认 可能有一些传统的家庭 他从小到大 他的生活模式 就是这样 对 你现在跟这个男生 说别的 他不会有其他的认知的 他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从小过的 就是这样的日子 那只能说 他就是在这样的家庭 环境当中长大的 这就是他所认可的 婚姻生活 所以你现在 你跟他结婚了 你也不理解 为什么你们 该买家具的时候 他回家 该照顾你生病的时候 他还是回家 因为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想改变他 真的挺难的 刚才我们在说 这个姑娘 把小事放大 可能你对于婚姻的理解 就是恋爱的延续 但他对于婚姻的理解 就是走个过场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程序 我只要完成了 就可以了 所以他可以在结婚之后 迅速地就不再浪漫了 为啥 因为他完成了这个程序了 他该做的事情做到了 他该达到的目的达到了 他没有必要再花那些心思 投入那些精力了 他就是一个这样 无趣的男人 但是你怎么办呢 你就嫁给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对 我就是觉得他之前不是这样的 就好像结婚之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变了那个人 是因为你嫁给他了呀 姑娘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一方面 你在某种意义上 要学会让自己接受 然后另外一方面 别老觉得说人家是针对你啊 什么的 而且我真的给你一句诚心的话 你别老觉得我要融入一个家庭 你才半年 你怎么融入啊 人家那处了半辈子的婆媳 那有些话还不能当面说呢 就你老觉得我嫁过去了 我就是亲母女了 那是不现实 不可能的 婆媳之间有的时候 也需要保持一些朋友 客人一样的礼仪 有些话放在当面说 但有些情绪咱得背后 但是真的对于这个男生来讲 做得特别不好的一点 就是在家庭财产这个问题上 完全没有界限 你一笔一笔钱拿出去 是你自己的钱吗 不是的 是你们的家庭夫妻共同财产 你都没跟媳妇商量 你凭什么大手大脚的 就把钱往外拿 人在婚姻当中 你心到底有没有 在你的这个小家庭里 有事先跟媳妇商量 然后媳妇认可了之后 我们该花钱花钱 该回家回家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 能够照顾到老婆的情绪 当老婆生病的时候 当老婆想要 为了自己的家庭 去出去买点东西的时候 你要学会说 好 老婆我跟你去 学会认同媳妇 跟随媳妇 那可能你们这个家庭当中 很多矛盾 我觉得就会少很多了 谢谢苏老师 曲总 你说问你两个问题啊 第一 你说结婚之前不是这样 结婚之前 他之前不是做 现在这个工作的 我俩之前上班也离得比较近 就是一下班 他也是跟我 那会儿也是一样 就作息都一样 所以下班 我俩还是有挺多时间 在一块的 所以 是因为工作的时间 导致了你们 现在的见面时间短了 对不对 所以你被家珍惜周末的时间 对不对 对 不是他突然变了 以前周末也是 人都在自己家的 对吧 对 好 第二个问题 你和父母关系怎么样 关系挺好的 但是也离得比较远 因为离婆婆家近嘛 而且他也经常 嚷嚷的 就是要回婆婆家 所以基本回我父母家的时间 很少很少 就是都在婆婆家过的 那为什么不趁着他 回自己家的时候 你回去和父母多待一待呢 那我觉得既然结婚了 不是应该去哪儿 都是两个人在一起吗 未必啊 那已经结婚了 我觉得要回就一起回吗 这不是逻辑啊 那每次他回 我也跟他一起回去了呀 这也不是他的需求啊 他每次让我跟他一起回去的 所以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告诉你 现在这种抵触心理 其实你内心 你是羡慕他们家庭这种氛围的 所以你想融入到他们家庭里 去享受他们家这种对待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说 我希望婆婆是要 像女儿一样地对待我 然后呢 让我去干这干那 反而你是开心的 对 尤其是当你们听到 他们在聊自己亲戚的事的时候 你一来就好像把你当成外人了 你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 是你最重要的诉求 对 所以说你内心你是蛮羡慕 有点吃醋 哎呀 你怎么家能过得这么好 哎呀 我要是这样多好啊 那怎么办呢 你跟我回去 大家庭 所以你是想用你们夫妻两个人的爱 然后呢 去补 你和你父母之间的那种缺失 因为离得比较远嘛 然后也不怎么经常回去 越远不就恰恰越应该回去吗 所以你们的关系是疏远的 从他身上你应该找到一面镜子啊 你不能在这儿吃醋 你不能剥离他们之间的感情 你要去反而应该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补父母之间的爱 对不对 想通过这两点 我觉得你很多问题就是啊 第一 他婚前婚后的变化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这种关系导致的 工作方面时间关系导致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的时间貌似是短了 第二 你是不是也需要去多照顾照顾自己的父母啊 距离比较远 的确错过了一些 以后可能一去不复返的珍贵的亲情 夫妻两个一定是时间更长的 对吧 可是子女和父母的时间呢 有这么长吗 想想这个 你们之间的矛盾 就会从你心里去化解一些 对不对 就这样 谢谢曲总 刚刚苏晴老师说 他在研习父母那一带的周末回家 因为我父母也是 每个周末 中午在奶奶家 晚上在姥姥家 永远同进退 而且甚至 我的爸爸是在外地工作 他每个周末才会回到我们小家 我妈妈却也得跟他一起 中午到奶奶家 晚上我们再一起到姥姥家 所以小的时候 我也经常看我妈不高兴 我长大了 我才懂 我妈为什么会不高兴 就像你一样 有的时候觉得我这个丈夫 天天在外头 而周末终于属于我的时间了 我却没有属于我们小家庭的事可干 心里挺难受的 所以我非常理解和支持你 但是有的时候 这就是老一辈 可能有一些固化了的想法 我们应该打破他 比如说周末你闲远 他走了 你可以邀请你的父母到家里来 到我们小家来吃饭 正好他今天不在 爸妈来也自在 或者是等到第二天他回来了 正好爸妈他也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然后隔周你再回家一趟 或者是他回他爸妈一趟 这么搞个三番五次的一个月也过去了 我也不相信这个小伙子 就真的只要求你回他家 却不要求自己回你家 我也不相信这个小伙子 就真的安于 每个周末我见不着老婆 老婆跑了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每个周末真的都是各自回家吗 不是 他周末是出来的 对吧 所以所谓的 我周末必须回爸妈家 这也是一个借口啊 小伙儿 回爸妈家真的需要 早上一起床就回吗 回去吃个饭 我白天我去买个家具 然后五点我回去吃个饭 我还能买点水果给爸妈 我还能陪爸喝点小酒呢 你凭啥早上 你什么事都不干呢 借回爸妈家为理由 逃避小家庭责任 这就是你现在的状态 追女朋友的时候 那可是周末紧着赶的计划了 如果是跟朋友聚会的 周末那都不是事 但是只有结婚后 周末分外得回家 周末啥事都不能干 只能回家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你借着周末为理由 逃避家务劳作 她在她的家里 是被她的妈妈 她的姐姐都给保护得好好的 照顾得好好的 就是不干活 结婚以后发现 天哪原来好多活都得干 干不完的活 在这个时候 她太希望由你来代替 她的妈妈和姐姐 完成这些事了 而她又没有别的事情 将来她会说她加班 就是没有她妈住在这里的话 她会说我加班 我周末出差 她会找一切的理由 就是逃避这件事 所以小伙子你得成长了 如果你不成长下去 慢慢地就像曲总说的 夫妻真的是会走一辈子 不好说 当你们两个人的状态 都不对的时候 这一对夫妻是随时会 一拍即散的 要不要一定要融入婆家 其实我觉得不必那么较真 我一直都在说婆媳关系 或者说这个殷勤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平时的时候 你眼里看到的可能都是事 都是矛盾 都是身份 但一旦出大事 你会发现都是家人 但是我们不希望 类似的大事发生 那么只能希望自己调整一下的 就是我在小事上 不要太计较 千万不要拿婆婆 跟自己的妈比 如果你要求你的婆婆 像爱女儿一样的爱 你在这个家里永远不快乐 有些事咱不计较 但丈夫的这一个逃避家务劳作 没事就以回妈家为幌子 而使自己不承担起 小家庭责任心的这一点 必须纠正 她如果改不过来 你们的婚姻岌岌可危 谢谢敏达老师 每个家庭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融入啊 你要真融入的话 就得把自己给打碎了 才融得进去啊 所以不要讲什么融入 认同就够了 最核心的问题其实 根是在丈夫身上 就是当妻子觉得 融不进婆家的时候 或者不认同婆家的时候 根就在丈夫身上 媳妇娶到手了 娶到手还可以离婚呢 不是进了保险箱了 你还是得用心哪 兄弟 我就一个建议 在你觉得 我还没有完全融入 或者彼此认同之前 先别要孩子了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对不起 我真的 没有太多顾虑到 你的想法 我回去 和父母也说也说 尽量多留点时间陪你 那我也是希望 我们这个小家 能越来越好 我也希望 我既能融入大家庭里面 咱们的小家 同时也能兼顾到 我希望你能够 把生活的重心 更多地 往咱们小家放一放 而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先紧着 就是和家人来 那我 我们既然结婚了 那我也是想跟你好好过下去的 我们再也照顾到肩膏 那就像是 你对不起 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辣漫时刻 他总说我脾气太大 做事任性 但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愿意去包容他 但不是所有人 都能忍受他的暴脾气 他答应我 会帮我协调 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 可每次都是说说而已 明明家里人对他没有意见 是他多心 非要无理取闹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鹏 23岁 来自湖南快递装献员 有请 小周 22岁 来自湖南餐厅服务员 有请 年底要结婚了 但是现在觉得 在他家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 是吧 想讨说法 是吧 对 把事说说吧 谈恋爱谈了多久 快三年了 我感觉他家里人 就挺排挤我的 搞得我心里 就有点过不去 那个是结婚了不认同 这是没结婚就排挤 啥事啊 就有一次 我去他大伯家里 我不是第一次去他家吗 别人家里去个客人 都是热热闹闹的 我去他家那倒好 一个都不理我 我大伯根本就没有 不再见他 是他自己太敏感了 我哪有太敏感了 我第一次去他凭什么对我那样子 他对你怎么了 姑娘 他一点都不欢迎我呀 要咋欢迎呢 我跟他打招呼 他不得回一下呀 他没回啊 没回没回吗 长辈吗 他也不理我呀 也许他就木讷不善言辞呢 你大伯是那样的人吗 对 我大伯那个人比较老实 然后也不怎么爱说话 你看看 他就整天胡思乱想的 再说那也不是你公婆 不就大伯吗 大伯不代表什么吗 家里其他人对你好吗 也不好 我有一次跟他表姐打招呼 他就瞪了我一眼 我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哪有他想的那样 我表姐那个人比较内向 可能当时他去 可能就跟他不熟嘛 就可能没有回应他 当时人比较多 我把家里的猫放在他家里养 他大外甥告诉我 他说他小外甥把我的猫 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然后他就非要我去跟 我那两岁的小外甥讲道理 几岁 两岁 人家小孩子调皮嘛 我以为取尾摔的呢 你知道那生生气还行 两岁的儿童啊 那我在乎呀 万一真伤到猫了怎么办呢 那你就因为这点小事 就跟我吵吗 有毕业吗 你就是会帮着你家里人说话 你永远都在辩解 你看吧 就让他这么无理取闹 正常情况下 确实我有点不太理解 但是我们找找根源是什么 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 姑娘 你人际关系好吗 好 跟所有人关系就好 就跟他们家的关系不好是吗 对 他就觉得我家里面人 对他有意见 排挤他 我是这么感觉的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他其实就是老是爱 生一些小脾气啊 之前吧 就因为点小事情 我们两个人丢了一份工作 丢一份工作 对 就是在茶馆上班嘛 工作比较悠闲 他就刚好可能有事过来问我 同时可能看见了 对以为我们两个人在那里 亲亲我我 然后就说了我们两句 他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呢 我多没面子呀 那你不应该去跟他们吵啊 当时是在上班呀 本来就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嘛 那你还帮着他说话 然后经理知道了 把我们俩交到办公室去批评了一顿 然后两个人被迫离职了 他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 那么多人面啊 说了一句什么话呀 他说我们在那里嘻嘻哈哈的 你们是不是在那嘻嘻哈哈呀 但是我就听着不舒服呀 所以你的感受很重要 行 我们接着马上听啊 其实跟同事关系 也没你说得那么好 对吧 还摆我一眼 您接着说 后面又找了一份新工作嘛 白天我上班时间比较长 晚上回家比较晚啊 回到家起了个早就想休息嘛 我睡着了 然后他可能有事找我 我没应他 然后就把我拍醒了 我就抱怨了几句 然后他说我冷落他 那我白天也见不着你 你晚上还不能陪我说说话了 那我多委屈啊 那我不是为了工作嘛 白天那么累 晚上回到了家 我就想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应该跟我吵啊 吵到后半夜两个人都没睡好 你关心他吗 姑娘 我觉得我关心 他做什么工作呢 快递搬运 每天要搬运多重的东西 他不知道 那你就要关心他吗 关心他啥了呀 我关心他生活呀 你关心他啥生活呀 他一天工作的核心内容 你都不知道 你们大概一天装卸需要几顿 要装几十顿 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 两个人 挺累的啊这个工作 真的不容易啊 对 晚上还不让睡觉 关心你啥 你都不关心我 我忙一天累不累啊 他老是自我为重心 接着诉苦啊 然后生活中有时候放假嘛 打打游戏啊 他当时可能叫我拿什么东西 我没听到 直接上来就咬了我一口 那你也不能打一整天呀 你都不理我 不想跟我出去玩玩呀 你就整天再在家里打游戏好吗 打游戏是我不对 那你也不能咬我呀 搞得后面周末都没休息好 你就是不在乎 这姑娘这脾气够爆的啊 你们家谁做饭啊 我做饭 我学过厨师嘛 他比较喜欢吃我做的菜 所以你每天拌完几十顿东西之后 还得回家做饭是吧 他前段时间说 要保持一下身材嘛 然后晚饭吃得比较少 但是他到了晚上十一二点钟 又肚子饿 然后我说 你随便吃点水果 应付一下就行了 他就说我天气得胖了 那你平常天天都给我做的呀 为什么那次就做不了了 就那天特别累呗 对 怎么觉得 这是一太上皇啊这是 你未来的公婆对你好吗 不太好 怎么不好呢 就老是针对我的猫 是问对你好不好 你说猫干什么呀 但我觉得猫是我的家人啊 它对我的猫不好 怎么能对我好啊 它怎么对你不好呢 就不太关心我 没有 我父母一般关心它 都会跟我说的 它就以为我父母不关心它 你说对你的家人不好 猫不好是吧 咋个不好法 就有一次吧 亲戚家过生日 然后接我们一大家子 去他家吃饭嘛 当时我开的时候 然后带着爸妈一起 带着他 爸妈知道他带着猫一起去了 为什么去亲戚家吃饭 要带猫 我喜欢带着他 如果他的大伯就是不喜欢你 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不愿意喜欢你啊 很简单啊 那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为什么呢 我们俩以后是要结婚的 你们结你们的婚 我们又不跟你们一起过 我只是个大伯 但是我经常要见到他呀 也许我的意见 不是针对你的 是针对他们家别人的 可不可以呢 然后把气发在 我的弟弟的儿媳妇的身上 我能发的目的就是 我不搭理你 这行不行呢 不行 为什么 我嫁给他 他家里人不就是得对我好吗 为什么他家里要对你好 他对你好不就可以了吗 他的家里人 为什么一定要对你好呢 大伯为什么要一定对你好呢 你把你自己当成谁了 你要怎样才嫁给他 你说吧 我希望他解决 我和他伯父 还有他表姐那些问题 有啥问题啊 我就是想跟他家里人 关系好一点 这次听明白了 不是要关系好 是谁也不可以冷落我 谁也不能违背我的想法 我希望去了之后 就是众心捧月 不对 那我应该怎么理解 或者你自己 把它表达出来好吗 我只是想跟他家里人 关系搞好一点 你们没有闹僵啊 大伯骂你了吗 打你了吗 表姐骂你了吗 表姐打你了吗 有吗 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冷落我 我可以不理你吧 我有权利不理你吧 你还想跟他结婚吗 想 想结婚的那个事不就过去了吗 你叫那个汁干什么呀 你跟谁长大 跟爷爷奶奶 爸妈呢 离异了 对 然后就不管你了 不管我了 多大离开家的呀 十九岁 也就是说 到了社会一闯闹 就碰到了这个臭小子了 是吧 对 所以在你的想象里 你对婚姻的这个憧憬 就是要一家人和和睦睦 对吗 对 大家庭也要和和睦睦 是吗 是 你在爷爷奶奶那儿 有什么叔叔啊 伯伯吗 就是这种关系有吗 有 还是有是吧 他们对你好吗 对我特别好 为什么他们会对你好 你想一想 因为我也对他们好呀 你再想一想 为什么他们会对你那么好 你一个小孩 能对他们怎么好 是因为他们觉得 你父母离异了 才对的 爷爷奶奶在带着你 所以他们觉得 你挺可怜的 我直接说 我不怕刺痛你 所以他们才会对你好 你大伯知道 他这个情况吗 不知道 对啊 咱慢慢来 你一会儿 好好地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你 好不好 好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是第一次见他大伯吧 也是第一次见表姐吧 对 之前都没有什么过节吧 没有 那何来人家对你不满意 何来人家跟你有矛盾呢 你让他去调和什么关系啊 是你自己 对自己 不自信 自卑 你会觉得别人针对你 会看不起你 所以别人的眼神有一丁点的差错 你就觉得 看 我就说吧 你们看不起我 但你们不能看不起我 问你为什么不能 没有为什么 这就是你的任性 可是姑娘 你们家人团宠你 你们家人对你好疼爱你 那是应该的 跟你有血缘关系 人家家人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 如果没有他的话 你跟他们家人认识吗 人大伯和表姐看你一眼吗 所以你这样做 你知道最难受的人是谁吗 是那个用心呵护你的男人 你让他多难堪 他怎么去调和关系 一个是自己的大伯 一个是自己的表姐 本来就不是多么近的亲戚 可能一年都见不上几面 你让他怎么去调和 说得好听 说一个大家族都接纳你 都喜欢你 结了婚以后 你要家庭和睦 我问你结了婚以后 你跟他大伯能见几面啊 你跟他表姐 天天在一起玩吗 我说这么多不好听的话 是为什么 我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姑娘 你的家人把你当公主 把你当太阳 宠着你没有问题 他们家人没有这个意义 他们家人对你 不管好还是不好 是看着他的面子 他的爸爸妈妈对你好 你就应该知足和感恩了 你不能要求其他所有的人 都像你的家人一样对你 因为你不是谁 你能找到一个 这么用心呵护你 爱护你 疼你的男人 已经是你这辈子 最大的福气了 你还不懂得珍惜 还在做 还在闹 还在任性 22岁 自己不去做饭 然后 被婚 每天工作那么辛苦 回来还要给你做饭 22岁 不去再学一项技能 想想未来 两个人以后 要过什么样的小日子 把两个人的家庭经营好 然后每天挑这个刺 挑那个刺 你越挑 你会把关系搞得越僵 越糟糕 现在还没结婚呢 就这么多的是是非非 这么多的不满意 结了婚以后 全家人都会对你冷眼的 所以你珍惜这个 现在把你捧在手心 当宝贝一样的男人吧 谢谢 谢谢刹那老师 苏老师 我们都知道 有一些孩子可能从小缺乏父爱 母爱 他缺乏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应该关怀 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把缺爱当成了一种倚仗 就谁对你越好 你越跟他作 如果今天这个男生 不是这么惯着你的话 你绝对不敢在这个台上 提出那么多 我认为都觉得有点 啼笑皆非的要求 真的我觉得很多没有道理 我在想 如果大伯见了你 姐姐见了你 你就这张脸 对着人家的话 我怎么可能对你笑呢 一个小姑娘 这么搭了的一张脸来见我 就跟我说话的时候 一句好话 一句好生气都没有 我凭什么要舔着脸 对他笑 然后对他各种关心 我还是个长辈 姑娘我觉得 你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你的面前 应该放一面镜子 你看看自己的那个神情 22岁的姑娘 脸上一点都没有阳光 让我们感觉到 她透出的是一种阴暗的气息 真的特别不好 人要学会见好就收 差不多就得了 然后咱们撒撒娇就行了 你不能这个泛滥到 让人感觉到你这像个祖宗一样 这个就是真的一个家庭当中 都接受不了这种 我是觉得两口子过日子 如果是想要过日子 要互相体谅 互相退步 你不能一直走 一直往前逼 你把他逼到墙角 到那个时候 就是他开始反击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你想连挽回的余地和退路 都没有了 所以好好地检讨一下自己 22岁 我觉得重新开始 重新学习怎么去经营一个 有温度的小家庭 先从检设自己身上的 一些不足开始 好不好 谢谢苏老师 曲总 我想告诉你两个事实 第一 所有的感受都是假的 你想有就有 你想没有就没有 第二个 你是想融入这个大家庭 你需要爱 你需要更多的人的爱 对不对 那拜托你做到两个字 适应 你去适应他们 而不是他们来适应你 你现在做的一些动作 就恰恰你就要特立独行 你要让他们来适应你 比如说 去亲戚家 我一定要带着这只猫 你真是舍不得这只猫吗 还是想通过猫的这件事来强调 我才是你们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你要在乎我的感受 而不是你们的 你告诉我 你自己带着猫坐车 去了亲戚家吃饭了 去了 开心吗 你想想吧 大家都是一个车去的 就你抱着一只猫去了 你也不问亲戚家 接受不接受 猫啊 有没有人敏感啊 这些过敏的事都不管 你去了 那整个的那一次聚会 你开心吗 你融入了他们了吗 是他们要排斥你吗 不 都是你在做的选择 同样 在同事之间啊 朋友之间都是这样的 这才叫社会啊 学会这两点 你再去看看能不能 得到他们的接受 有没有搞得那么异类 好不好 叫什么劲呢 对这儿 谢谢曲总 林娜老师 你爸爸再婚了吗 再婚了 你的后妈对你好吗 不好 可是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她都嫁给你爸了 怎么能够对你不好呢 这就像你要求大波 和他的那个表姐 对你好是一样的 你连你爸爸 新娶的媳妇 都不能控制她的情绪 你怎么能够控制 这更没有关系的人呢 并不是说 组成了一个家庭了以后 就一定要对她家里 所有的人好 您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 可以 从自己家人身上 也就看到了 其实挺可怜的 不管你的爸爸妈妈 是因为什么而离婚 但妈妈没管你 是吧 爸爸再婚 把你放在了爷爷奶奶这儿 所以照顾你情绪最多的 就是爷爷奶奶 只要你闷闷不乐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哄你 他们会尽量地 想让你高兴一点 他们会在意你的情绪 因为他们本能地觉得可怜 这么一个小孩 光想想他的身世 就仿佛大家要给他 更多的一些包容 但是事实上 有一些爱 是不必靠怜悯的 你男朋友给你的爱很好 你要知足啊姑娘 要看到这些好 他不是因为 你有那么一些悲伤的往事 觉得你可怜不得不施舍的 他对你不是怜悯而是爱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比你身边的那一些 亲戚对你的感情都来得可贵 不要对他的家人苛责太多 其实你带猫去吃饭 这件事是不妥的 如果你们要去的地方 是一个餐厅 你在破坏人家餐厅的规矩 你在挑战的 不只是这一座人 不是你们同座人的感受 而是整个屋子 所有的顾客的感受 对吗 是 如果你们是到别人家做客 你是在挑战 别人家的秩序和捷径 而且猫到了陌生环境以后 它可能会跑 可能会爬 它也不能像狗一样 拴着项圈 老老实实地享受热闹 猫会紧张 这你很了解猫的天性 你应该也知道这个 所以在当时 不管你叫了哪个劲 其实这件事情 以后我们尽量地 不要再让它发生 你因为猫 而对他的父母 全程在吃饭的时候 闷闷不乐 甩脸子 这种感觉好吗 你以为他的父母 会像你的叔叔那样 过来来哄你 照顾你 逗你开心 这是你期待的 是吗 是 傻孩子呀 怎么可能 这就是他们会慢慢地 不喜欢你的原因 就像你刚刚问我 问赵川老师的 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 因为你不在乎 他们的感受 你只想让他们 在乎你的感受 他们跟你没有 共同生活的过去 即使知道你的身世 也只不过 哦 脑子里头有那么一句 好可怜 但仅此而已 但当你再可怜 一旦你触及到 他们的情绪 伤害到他们的利益 他们还是会选择的是 不管你 他们为什么要哄你呢 姑娘 即使将来你嫁到 他们家了 你的公婆也没有 让你高兴起来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做小辈的 却的确有取悦老人的责任 这一个是我们做小辈 不是在讲的孝顺吗 对吧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 能不能够说得通你 我是希望能说通 什么叫结婚 结婚是为了成家 成家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温暖你我 当这个家不温暖的时候 怎么办 会有人想跑 就像你的妈妈 你一定不希望 你的丈夫觉得 这个家不温暖 如果下定决心要结婚 请奔着温暖走 而不是奔着 时间到了 我得组成一个家庭 我得在形式上完整 同时也看看 自己现在的日子 你的男朋友 在极力地 让你感觉到温暖 看到他的努力 给他一些配合 好不好 好 谢谢米娜老师 我的建议啊 男生 我不觉得你们俩 现在适合结婚 就是我建议你们 再处一处 等他愿意真的开始 融入这个家庭的时候 你再带他进来 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你可能 对我家里面的人 有点误解吧 如果你抱着平常的心 就跟朋友的时候 去跟他们打交道 然后时刻把持着微笑 去跟他们聊天 他们也不会觉得 哦 不理你啊 我知道我脾气大 我以后会改的 我希望你也能 多在乎我一点 嗯 但是我工作比较忙 可能就 没怎么跟你去说这些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 别那么在意勤勤来携动 今天的这个出法不一样啊 你们俩都同意推迟婚期 我们缓一缓 多磨合 你们就出来 你说不 我还是想按照原定的计划 来结婚 就不用出来了 我说清楚了吗 清楚了 谢谢两位请回 咱们看看他们做何选择 请开门 好好的再谈一谈 然后去看看家里的人 多处一处 然后再看要不要嫁给他 好吗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属于这对保鲜剂 有网友提问说 一个男生啊 说了喜欢我 但是呢不想和我谈恋爱 说他前女友 对他打击太大了 有点恐惧 但是他却去加了 别的女生的联系方式 明明知道 我也喜欢他的情况下 说和我不熟 我觉得他是在吊着我 但我又好喜欢他呀 怎么办啊 光喜欢有什么用啊 你觉得他对你 这种态度是喜欢你吗 他的喜欢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并不是真的喜欢你 什么前女友打击大 那只是一种说辞 对于你而言 他呢只是多养了一个备胎而已 要再一次地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了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